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de组 咱们做更深入的交流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 Folume 地图数据可视化工具 咱们想想看 您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中 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需求 就是说我项目中用到的数据 我能不能把它显示在地图上呢 比如说您现在正在做新冠病毒的研究 您就希望能够做一张图 显示出来各个国家 或者说各个城市感染的情况 您有大数据了 那么您把这些大数据该怎么显示在实际的物理地图上呢 有没有这么一个可视化的方法 这就是今天我要给您介绍的主题 Python中如何地图数据可视化 好不好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OK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是这么一个通过地图方式可视化 咱们自己的分析数据 好不好 OK 首先我先给您看一下这个组件的官网 它这个其实是GitHub的page 咱们看一下 大家看看 这是它官网 全英文 目前没有找到中文版 这里面有它详细的使用方法 没关系 我给您总结出来 您看我的课件就够了 OK 咱们回到咱们课件 好 咱们再看一下它的GitHub 这是它GitHub 大家请看 点赞数 点星数是4800 也是不少了 换句话说 这个库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的 对不对 OK 那咱们就开始 好 那咱们首先说 它这个库为什么可以显示地图 其实它是依赖于 大家请看 是依赖于Leaflight.js这个组件 咱们不仅可以做出地图 同时还可以生成HTML 对吧 它内部使用是开放街道地图 这么一个核心组件 好不好 这个有兴趣朋友 您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它内部使用这个GS组件 我这里有一个网址 给您点击访问一下 它其实内部用的就是这个组件 好不好 有兴趣朋友 您可以直接去用这个组件 也能够实现 它是GS的 好 那咱们先少去马上开始 今天咱们的主题 我最大话一下 好 如果您要想用这个工具的话 首先干什么 先安装 对不对 我先做个连接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屁股命令 进行安装 咱们马上安装 我先这个连接成功之后 先破一个Pandas 咱们一会儿可能会用到读取一些其他的文件 好不好 然后大家请看 我这儿找到了一个日本东京新速的车站的位置 咱们大家想想 一说到这个东京 咱们就算没来过日本的朋友 首先想到哪 新速 各有记听 对吧 我找到这么一个新速车站的位置 咱们来试一试 好不好 用这个方法就能够定位到新速车站 同时 这有一个地图缩放的比例 然后呢 我这给了一个显示的百分比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新速地图已经出来 不知道您能不能看到这张地图 然后咱们可以最大化 最小化 都是没有问题 对吧 OK 这就是一张地图 同时咱们还可以手共拖出来这个地图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OK 有朋友说地图显得太小了 咱们可以调那个百分比 给它调大一点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调大了 看起来好像更舒服一点 OK 然后 是这样 新速车站咱们看完了 接下来 咱们再看看这个自由女神像 这是在美国的纽约 咱们再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看到 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自由女神像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如果进来的话 这个应该是自由女神像 对吧 曼哈顿岛的上面 对吧 右边是长岛应该是 OK 这个是纽约地图也能够看到 没问题吧 接下来 咱们再看看这个英国比较著名的这个 威斯敏色大教堂 也都可以 对不对 试一下 Go 这英国 大家请看 大本中应该也在这 威斯敏色应该在这了 大家请看 威斯敏色 对吧 这个地方 对吧 OK 这个就是说 给咱们提供一个 就是说定位在咱们想要的地图的 以哪为中心 定位到一个地图上 同时 咱们再做些 咱们自己的处理 怎么做 下面我给您讲解 好 咱们看 比如说 就那么大 咱把这个删掉吧 LOG删掉 同时 咱们刚才这个文件 是可以存成一个HTML的 通过这个.sig的方法 进行保存 咱们保存一个 试一下 保存完之后 咱们看一下 应该是存到了 我当前文件夹下 叫做Map Double Click 给它打开 大家请看 它会存成这么一个HTML 您把这个HTML下载到本地 右击下载 下载到本地之后 双击打开 看到了 就是刚才 咱们在我的这个collab里面 看到的结果 完全的一样 它会把这个地图 包括这个经纬度 映射到您的整个 这个HTML文件当中 非常的方便 对不对 OK 同时 它还支持这个手机观看 对手机显示 还是非常的友好 对手机进行过优化 OK 先少许 接下来 咱们要做个什么事 咱们在地图上 要加上一个Marker 咱们如果做过 这个手机地图开发 朋友都知道 我光显示地图 不是没有意义的吗 对吧 我得知道 我明确的知道 我在哪 对吧 需要加上一个Marker 对吧 那么咱们这个酷 就给咱们提供了 这个功能 咱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上面找到了新速车站 对吧 同时 我给新速车站中 当 加一个Marker 对吧 然后显示出来 红色 同时用的图标是 加 Home图标 好不好 咱们看看这个 能不能做到 当然可以 马上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这是咱们新速车站 同时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Marker 对吧 新速车站 新旧车站 对吧 非常清楚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鼠标 放上来之后 它应该还弹出一个PopeUp 怎么没弹 我在试试 那可能说 6-7的问题 是这样 这个PopeUp 是通过这个地方 您设置一些关键字 它应该就能够 弹出一个PopeUp 但是我没弹 是不是跟我的本机有关 哈硕跟我这个全屏有关 这个都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在做刻键的时候 这地方是可以弹出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咱先手续 我这个地方 加上了一个Marker 同时 我还能再画一个圆圈 表示 它也给咱们提供了 类似的API 咱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没弹出 PopeUp 我稍微有点 Keynalo 不应该 大家请看 我还可以在这边 加上一个圆的Marker 也是没有问题 或者叫Maker 是吧 咱们应该叫Marker OK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画一个圆 然后可以设置颜色 设置轴 设置半径 都是完全的没有问题 OK 接下来 咱们再往下走 还可以同时标记多个地点 我上面这个给您标记的是一个地点 对不对 咱们还可以同时标记多个 怎么标记 大家请看 指定 比如说 我要标记这个新速车站 瑟谷 上野 东京 包括高伦 然后我分别给出了它们的经纬度 这样的话 下面做个循环 就能够标记出来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地方 因为是标记多个 所以说 我在这个地方 生成了一个Pandas数据表 好不好 或者说叫做数据帧 我这地方愿意把它叫做数据表 好 咱们试试 看看能不能生成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我想标示的这几个地点 都同时把它标记了出来 没有任何的问题 对不对 OK 大家看来还是挺漂亮的 对不对 OK 这是它能标记多个位置 好 接下来 我再给您讲一讲 稍微实用一点的内容 什么内容 就是说 比如说 我要出行 我开汽车 或者说我骑车车 对吧 我这个地方采用的是open 就是说日本政府的一个open数据 它干什么 它统计出来了 某一个地区的自行车的存车场 在什么地方 它这个地方会生成一个CSV 我用这个命令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咱们把这个区中央区或说这个新速区 对吧 它里面所有的能停自行车的那些个地方 我想把它标示出来 该怎么做 我用到的是日本政府提供的open data来做这个事 咱们试试 这个URL就是下载自行车存车场的所有的位置 咱们下载一个 go 它本身是一个CSV 下载完之后 我把它打开 我看能不能打开 因为它这个是ShiftGIS编码 我看能不能看到 是乱码 大家请看 Google collab看来是不支持ShiftGIS 它只支持UTF 所以说它这是个乱码 但没有关系 我给您读取一下 您就能够看到 为什么 因为它用ShiftGIS 我要通过CP932进行读取它这CSV的内容 用这个pandas的方法 然后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CSV给咱们提供的哪些个数据结构 大家请看 这个CSV给您提供了 比如说这个驻轮厂名 所在地 精度 纬度 这是咱们一会儿要用的 对不对 然后这点咱们也是要用的 就是说利用台数 因为是这样 在日本 您就算停汽车 或者停自行车 或者停摩托车都好 它有个利用台数 就是说这个停车场 您只能停30辆 50辆 100辆 对吧 您不能超数 对吧 你不能说我随便停 瞎停 给它摆得特别紧 这是不行的 对吧 所以说利用台数也会在每个桌上中有所标注 OK 接下来 咱们读取到这个CSV之后 我要从这些列中 获取一些个我想要的列 获取哪个列 大家请看 这就是Pandas的知识了 咱们要会 大家请看 我要用到所在地 纬度 精度 利用台数 这几个字段 好不好 咱们用这个方法去读一下 看看显示的结果 Go 大家请看 这就不乱码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做了一个编码 对吧 好 大家请看 比如说 在银座六丁目 然后它的经纬度 在这个地方都标识出来 同时 这个驻车场 或者叫驻丘虾 就是驻临场 对吧 停自行车 自行车 对吧 你能有多少台自行车相同 能够停在这 对吧 但是大家注意看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像这个地方 它没有标识出 能够停多少台自行车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这个需要 就在咱们 跟咱们这个 生存学习一样 需要做数据的预处理 去掉空值 去掉不可用的值 对吧 那么我下面 就做一下这个数据的预处理 大家请看 我把它的空值扔掉 同时 把这个减号的值的行 也都删掉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把这个减号行去掉了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减号行 当我都去掉之后 那么说明我的数据整理完了 这个跟咱们深度学习 或者说继续学习 完全的一样的手顺 一样的顺序 OK 那咱们这个顺序 咱们把这个数据都整理完之后 干什么 做今天的最后一步 显示出来 这些自行车的停车场 都在什么地方 下回我去的时候 我好在那儿停车 对吧 但是大家请看 我这个地方 循环又加了一段 我自己的逻辑 写了什么 就是说 如果这个停车场 或者这个自行车的 停自行车的场 对吧 你能停的这个 利用可用台数 小于50的话 我标记一个红色 如果说大于50的话 我标记一个蓝色 把咱们这个打上去的这个Maker 把它还能给分开 对吧 Marker还能把它给分开 对吧 好 那咱们试试这个逻辑 OK 那咱们马上运行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能停多少辆车 用哪个颜色标注都出来 因为我用的是日本中央区的这个数据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 仅仅显示出来了 日本的中央区的这些个 能停自行车的停车场的这个位置 好不好 这样来说 您觉得是不是看起来 就是非常的直观方便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组件 对于您来说 怎么说呢 可用 对吧 对于您这个数据可实化来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 帮助您分析的手段 推荐给大家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然后呢 是这样 以前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那今后我是这么想 就是说我用这个Collab 用这个Jupiter做的这个文件 因为它是这个二进制文件的 我能保存之后呢 我只放到我的这个Discord的专区 好不好 就是说如果您想获得我的这个代码的话 您去我的这个Discord会员区 就能够获得 我呢会把它分享到我的会员区 就不放到GitHub上去了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跟您做一个通知 好不好 OK 以上就今天我给您分享所有的内容了 不知道您觉得这一款怎么说呢 数据可视化 或者说地图可视化的这个工具呢 是不是符合您的意啊 您可以去下载本地去试一下 看看是不是能够正常显示 您手头上的数据呢 我认为在怎么说呢 在数据可视化的领域当中 地图数据可视化工具 肯定是今后您要用到的组件之一 那么今天就作为一个这个知识呢 分享给大家 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的课程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要给您分享到所有的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